你一个包工头看啥孙子兵法 如果前面的这些看现场的这十几条东西准备好 那个现场的这个安装会非常顺利非常快 这些都会影响你工程的进度 看现场包括看现场回来这个信息进行分析 这就是孙子兵法第一篇这个季篇57G 在庙堂之上就把它算好了 就说白了就看完现场以后 自己在家里在办公室里好好想想 这个工程我能不能干 怎么干 哪些哪些适合适合我 哪些信息我知道了 所以你必须得现场把这些东西塞过来 孙子兵法最关键的几篇 包括第九第十第十一篇 行军地形九地 这些都是我们看现场 我都列出来这么实相 做成一个课程 希望大家有利 但是呢就像打仗一样 咱们不能只上谈边 我们做工程一样 你必须在现场上亲自拿着扳手 拿着工具去干 作为这个现役光复人 我们不但要猫下腰 伸入到一线 把这个螺丝拧好 还要思考 我做下一个工程 下100个工程 我该怎么办 这就是孙子兵法教给我的 也希望对你有用 相信我 干光复